2012年1月20日 2012年1月的中旬 一则来自英国美誉邮报 关于美国黄石公园火山不断隆起 并临近喷发的消息 在互联网上被吵得沸沸扬扬 有英国科学家用计算机进行了模拟演示 一旦黄石公园内的超级火山爆发 美国三分之二的国土可能将面目全非 火山爆发周围1000平方公里内 90%的人都将无法幸免 在三到四天内 大量的火山灰就会抵达欧洲大陆 并将会使地球每年的平均气温下降10摄氏度 而这样的寒冷气候至少会持续6至10年 科学家们还预测 隐藏在黄石公园地下的世界上最大规模超级火山的 喷发间隔约为60万年 而它最近一次爆发 很可能就发生在距今约64万年前 也就是说 这座超级火山目前或许已经进入了喷发活跃期 不过 美国地质勘探局第一时间就出来辟谣 黄石再次发生火山喷发的可能性极其微小 位于美国怀俄明州的黄石国家公园火山 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级火山 超级火山与普通火山的形成不同 普通火山通常呈圆锥形 但超级火山是从巨大的峡谷中喷发出来的 火山口直径可达数百公里 210万年前 黄石公园发生了第一次超级火山爆发 一次次巨大的火山爆发 从火山口喷发出来的物质将这里大约9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全部覆盖 厚度超过1500米 形成现在海拔2000多米的熔岩高原 1980年圣海伦斯火山的喷发对于当代美国人来说 是他们经历过的史上最大规模的火山爆发 5月18日圣海伦斯火山剧烈喷发 烟云冲上2万米高空 火山灰随气流扩散至4000公里以外 火山附近河流被堵塞 改道 许多道路被淹没 熔岩流引起森林大火 火山灰形成泥浆洪流 从山顶呼啸而下 60多人死亡 390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不毛之地 几乎所有的火山专家都同意 如果今天的地球上发生一次超级大 接着为您播出《武警共九特约之》 《枪枪三人行》